这动作完全的有一般 起跳也是转体的比较早 入水也是有些转体的动作 这样裁判员会扣除一些分数 起跳转体有些歪转的也比较早 入水都有些切手 它的整套的动作难度都比较低 但是都也没有什么高的质量 像一般男选手都会采用5255这样的转体动作 已经很普遍了 5253都是女子运动员采用的动作 它今天的成套难度 基本上就是保持在一个女孩子的水平 19.2这些确实是一样一些 非常低 来看克莱因 反身翻腾三周半 这个动作应该是她一个需要过的坎儿吧 它起跳就不太厉害了 起跳也是一些甩上身的动作 打开也是晚了一些 入水过得比较多 起跳虽然登得很高 但是连接翻腾动作的时候 它又是往下掉 对它在起跳距上面是有一定的问题 下面轮到英国选手沃特菲尔德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的抢眼 从第一轮一直到第四轮 全部稳稳占据了第三个位置 对 这名老队员还是比较有实力 也经验丰富 好的 不错 起跳很充分 打开入水也悲惚 博特菲尔德今天状态也超强 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运营 从进入线条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队员确实能力很强 94.05 米尼巴耶夫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看看这一条 上一条拿到73分 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 起跳稍微远了一些 有些贵膝盖的动作 打开入水还是控制的不错 这名运动员的基本功还是不错 把空中的姿态 动作还是显得比较优美 刚才我们的镜头 对过俄罗斯队的那位教练 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老教练了 俄罗斯队 带了很多出色的运动 出波完成109报锡这个动作 看看他今天表现的怎么样 好的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动作 应该是目前为止最漂亮的一个 109 满分 满分 今天秋波的状态非常好 满分114 对 两名中国教练也是 满分121 111 3.7这难度 对 这样秋波在今天这一场里面 就已经跳到三个满分动作 只能说这一段时间秋波确实 渐量的水平很高 状态也很好 特别是莫斯科